你好 歡迎收看 即時新聞現場 我是方彥迪 帶給大家疫情的最新消息 是在今天 台灣又新增了10例 境外移入的確診病例 而其中6人是土耳其旅行團 也就是說該團已經累計有 9人確診 今天我們要公布就是有 我們新增10個 境外移入的案例 其中6人為旅行團 相關的一個團聚 那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大概從 68 69 70 73 這4個案例其實就跟我們原來 從3月15號5657 656667 土耳其團 那這一團等於昨天我們講是說 總共有5個人 現在已經增加到這一團 總共9個人 其實這樣我印象中 大概15個人的一團 那在土耳其裡面 所以這邊講就是在土耳其 其實他們風險還是蠻高 所以這團裡面有 總共9個人被確診 那今天有4個案 宣布4個案例確診 那另外 第二個大概 71的案例 跟原來的埃及團 埃及團從5月15號的 這5數個案例 跟3月16號的63的案例 他們是同一團 那一團大概是32人的一團 那0隊 他第一個 他發病 那今天也是再增加一例 另外再一例是到捷克奧迪利 3月16號 應該是他女兒先確診 那今天他72案例是他媽媽 也確診他們同團去旅遊 那大概是長期也是密切的接觸 那另外有3個案例 跟前幾天案例是沒有關係的 那74案例到冰島旅遊 75的案例到德國旅遊 76案例到法國旅遊 所以今天我們總共有10個案例 那基本上現在大概是境外 也是境外移入的個案很多 那這段時間 我們所增加的境外的案例 其實基本上還都是 就是國人出外去旅遊 我們也整理了一個表 讓大家也知道說 整體是藍色的部分是 屬於在我們的境內 等於是在台灣內部被感染到的 那紅色的不管是外國人 那大部分都是本國人 那都是在境外感染 帶回台灣的 那境外感染的案例是越來越多了 我們邀請國人特別的注意 那為了因應這些相關的情況 那我想各國也都展開了一個 相關的一些措施 所以我們今天昨天跟大家報告 我們昨天歐洲處理過了 我們今天要處理在亞洲 昨天東歐裡面有一個比較 有一個國家沒有列到 所以今天我們要宣布在亞洲東歐 共20國 及美國三州 我們把這個旅遊疫情警示 升到第三級警告 那非必要請勿前往 那在亞洲的區域 下面有19國 在亞洲日本 新加坡 這本來是第二級 那北韓 泰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印尼 文萊 越南 遼國 柬埔塞 緬甸 東地文 孟加拉 布丹 尼 摩爾 斯里 蘭卡 印度 及 馬爾地夫 共19國 東歐有一個摩爾多瓦 那美國華盛頓州 紐約州 加州 共三州 提升到第三級的一個警告 那另外 除了這個 我們大概這些措施 我們宣布第三級 是從3月19號 臨時期 那不過所有的檢疫的措施 都是從現在開始 所以仍然 我們是現在 已經登機的 維持原來的自主 加強自主健康管理 那未登機再進來的 就進入我們的 不到3月19號了 就從現在 未登機的 再登機 我們就進入一個居家檢疫14天 那另外 我們大概對於 外國人在這些三級的區域 非本國人在這三級的區域 要進到台灣 基本上在 我們會管制他們的入境 基本上所有的 基本上會以前的免簽 基本上都會取消 都有特殊旅遊 特殊的旅遊 經過外館的簽證之後 才能夠進到台灣 但進到台灣 仍然要維持居家檢疫14天 我們會在這三級的區域